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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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五点半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 只听见心里咯噔一声 虽然不可置信 但这就是现实 到这时候才能真正的感觉到 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晚期这个词 在我脑海里回荡了千千万万词 三个月的痛苦花疗 我只剩在六到八个月 愿我能化作那边风的落叶 在秋风里肆意地飘 落入泥土 化作春泥 滋养蓝烟的花朵 命运多舛 但是 我要珍惜好 接下来的每一天 不留下任何遗憾 2017年6月13号 肖露流 肖露老师的话仿佛给了我心声 我开始努力让自己清醒 放飞自我 骂露 对我来说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我开始斗胆尝试自己从未尝试过的事情 挑战自我 做一家 亲近大自然 旅游 进了之后 我又复读一年考上了北大 我一直记得老师说我的话 面向阳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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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